好 三小位上级课那种啊 上级课讲什么来着 上级课最重要的是这句话 对吧 A snortan number A snortan number 就是说它是不是不是一个数啊 如果不是的话 就这样的输入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想到了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叫第二杯半价 于是我们新建文件 添加script标签 然后声明变量 有一个是price 价格是10块钱一杯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变量叫count 就是你买了多少杯 让这count等于什么呢 让这个count等于输入 您要多少杯 然后呢就等于输入了这个count count输入之后呢 这个第二杯半价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的逻辑 比如说我们要一杯的话 就是10块钱 要两杯的话呢 就是第二杯半价15块钱 要三杯呢 又得10块钱一杯 25块钱 要四杯呢 就得五块钱一杯 30块钱 你看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律的 五杯啊 就是45块钱 六杯50块钱 如果count等于1的话 那就是10块钱 如果count等于2的话 就是15块钱 如果count等于3的话 就是25块钱 也就是说 如果如果 如果是偶数的话 那么这个值是多少呢 这个值应该是 嗯 count先除以2 除以2之后呢 再乘以15对吧 哎 这个也是 count的除以2 除以2 就是一半 平均7块5一杯 那就是总共多少杯 就是偶数就解决了 如果是基数怎么办呢 如果是如果是基数怎么办呢 如果是基数的话 先凑成偶数 他怎么凑成偶数 加1就凑成偶数了 对吧 加1就凑成偶数了 加1凑成 加1凑成偶数之后呢 再去 再去除以2 乘以15 这是偶数那杯 再减去一杯 他这个第一杯 得减去那个几块钱的一杯呢 减去5块钱的一杯 对不对 如果是1的话 2 2让115 15减5 没毛病 对吧 如果是3的话呢 这是3加1得4 4乘2得 次除2得2 2乘15 30 30减5 25 那也就是没毛病 对吧 这是基数的情况 这是偶数的情况 那问题来了 怎么判断他的基有性呢 怎么判断他的基有性呢 这个基有性 这个就是怎么判断 肯定是EVE 对吧 EVE EVE 他如果是基数 有这么一个符号 叫什么号呢 百分号 百分号怎么用呢 那比如说 3百分号2 等于1 66 百分号33 等于0 百分号32 等于2 也就是说 什么意思 66除以33 商2 商2 于0 这就是那个余数 对不对 比如说15 百分号 3 于0 百分号2 于1 对吧 任何一个基数 其实他 除2之后 都是于几啊 都于1 那就判断 那就判断 这个count 是不是 除2 于0 对不对 如果除2 于0 那它是偶数 如果除2 于1呢 它是基数 是不是这个感觉 那么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个是偶数的情况 total price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东西 else呢 else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么这个其实可以变成 就所有的除2乘 乘15 等于乘以7.5 星号 乘以7.5 这个东西也是乘以 7.5 哎 这样的过程 然后 嗯 输出 您总共消费了这么多元 对吧 您总共就是 通过这个方式 就是得到这个 最终的价格 这种感觉 对吧 F5 我跑一遍 要多少杯 1杯 77.5 这是怎么做的呀 看它 不知道怎么做的呢 就 就到这 Ctrl C 加S 调试一下呗 找到这个 Jink 然后 找到断点 然后呢 我要一杯 一杯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原因就是 Ctrl 它是一个 字符形的变量 字符形的变量 它加1之后 变成11 11 它又 就是 就是出现在这儿 问题出现在这儿 Ctrl 加1等于11 其实Ctrl 加1应该等于2 那么我们把这个公式 就改写一下 呃 抗的乘 这是没问题 那么这个变成 抗的乘7.5 乘7.5 它乘7.5 自动会就会把这个东西 转化成什么呢 转化成一个字符形 对吧 然后呢 再把这个后边这个 7.5 加2.5 就相当于 嗯 加2.5 如果是1的话 就是 就是这样 对吧 刷新一下 1杯 10块 然后2杯 15 3杯 25 4杯 30 这就对了 对吧 这就对了 当然这个如果说我们要 更明确的话 就应该是 Price 用Price 这个通用变量 Price和它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呢 这是4 对吧 这是4 1杯 10块 2杯 15 这就对了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通用 当然你可以让 让让你改变这个单价 作为一个变量 就很容易改 比如56块钱1杯 那么 1杯 就是 1杯就搬家了 那就是这个东西 还不能写死 对吧 这个东西还不能写死 等于 这个东西要变成Price 乘以 四分之一 乘以0.25 这种感觉 直接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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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F5 1杯 56 2杯 56加28 84 这个东西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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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里边呢 还可以优化一下 把这个东西变成0.75 这个东西变成0.75 这个东西变成0.75 这样就是更更更更方便一点 更快速一点 把这个提示也写清楚 是 Press 元1杯 您要多少杯 然后就把这个 这个整个流程就写清楚 1杯 56 2杯 84 3杯 140 对吧 140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杯半价 说起来有点复杂 其实就是 就是在判断 它是奇数还是偶数 如果是奇数的话 如果是奇数的话 它有奇数的计算公式 如果是偶数的话呢 它有偶数的计算公式 通过计算公式 就得到最终的值 这就是一个计算的过程 那么这个东西 其实还有几种可能性 比如说 第二杯以后 全是半价 那应该怎么写这个公式 还有呢 就是 这个 只有第二杯半价 第三杯 第四杯 后边的全都是原价 这个又得怎么写 这个公式 这就是这个计算的方法了 有各种各样的计算方法 那么 咱们这次呢 讲到这里 咱们讲到这里啊 基本上都是比较可控的事 要么你把这个东西 写在网页里面具体了 要不然你把这个东西 这个通过你输入的方式 具体输入一个数 能不能引入一些随机的变量呢 能不能让这个东西更灵活多变一些呢 咱们下次再说 我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好